作為動力 對 我相信我自己的個性一定會交到很多好朋友 其實就跟瑞德一樣 在這個電影的過程裡面 因為他的個性有慢慢被人家發現之後 就交了現在就是這兩位好朋友這樣子 所以瑞德隊長這個真實個性裡面的一些偏激的 憤世技術的部分 其實在高中後來就沒朋友那段時間 我真的要感性一下 那時候是他們兩位的出現 還有一位小馬 因為他現在在英國結婚生小孩 然後就沒有空離我們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這幾個就突然就 搭上了 然後就一起玩一些 以前說就是瘋狂的一些活動 就是到現在這樣 世界之門就為你打開了 所以那兩位救世主 謝謝救世主 所以這個Kiss配這個瑞德 瑞克這個隊長的角色 那Eason 你有沒有覺得瑞德這名字怎麼取出來的 瑞德 音域啊 聰明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我整個是瞬間瞄懂的事情嗎 因為他叫彭博 他叫恰克 然後他想說我叫瑞德 為什麼叫瑞德 為什麼叫瑞德 還在那裡想說為什麼我就是叫瑞德 這麼無聊 英文不好就對了 喔 瑞德啦 啊 EV EV 直接異議啦 所以瑞德 為什麼好想那麼久 是是是 所以瑞德是智商有點怪怪的嗎 他是對啦 他以前英文沒學好 這邊都我兄弟喔 不要隨便亂講話 對對對 要那個景言盛行 那Eason的角色呢 我自己是配這個黃色這一隻 他叫恰克 然後他呢 他個性其實是非常的暴衝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在想說 其實我平常在 應該算是在馬路上面的時候 個性跟他最像 怎麼說 會不會是那種一開上路就會有不耐煩 莫名的那個躁鬱就會起來的那一種 對 要叫前面的烏龜趕快走走 對 因為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有時候塞車不是因為 欸不要再抱怨 等一下我們今天是巨星好不好 是有時候車子開太慢 你剛剛這樣子一罵那個計程車突然開超快的 沒有要提醒大家 開太快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開太慢也不好喔 是是是 這也是提醒的 若由不及啦 若由不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恰克他在裡面啊 就是那種 呃比較急躁的個性啊 嗯 然後做什麼事情 然後衝我快衝我出來這樣 速度就是解決這樣子 欸真的耶 那個感覺角色超有爆發力跟行動力的喔 咻咻咻這樣子來去自如 很快 跟Eason在某方面是像的 但是我聽說有像的也有不像的 好像 莉佑你覺得跟你不像是不是 我是演那個蹦魔嘛 對最大姿勢 對 其實只有身高像 其他都不像 因為他在裡面是憨厚老實 然後我這個本人不太老實 那麼敢像 對啊那麼堅強 臉不憨厚這樣子 對所以 是跟我們不像 真的嗎 可是我聽說你這個 在配音的過程當中 你好像揣摩的進度是蠻快的喔 對因為我真的很即興 對 就某部分還是像的 就是他一生氣會爆炸 然後我一生氣也會爆炸 因為你是導演嘛 對 有時候跟他那種導演 導演員們一直不記錄狀況 你就會生氣 其實彭博跟他的 只有一個地方蠻像的 就他心的顏色是跟他一樣的 哇 黑色的 黑色的這樣 你不要趁機又爆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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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